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客观请慢用 我们也就错过了海洋文化的一个发展 我们当年能出海的时候 大船出海的时候就是炫耀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 你就下载官复APP 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 海上丝绸之路啊 这个名字是后来的名字 实际上是我们对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 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呢 主要有东海这个启航线和南海的启航线 它有两条主线路 东海的启航线呢 主要是我们往东走沿海启航到东南亚 比如韩国 南海这个线呢 那就是从我们南方的广东福建浙江地区出发呢 就经过东南亚 印度洋 比如重要的就是马六甲海峡 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个起点是哪呢 我们先从紧南边说起广西的河浦港 河浦郡在这个西汉武帝的时候呢 就是圆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设立了 是他非常好是天然的良好港湾 所以汉书呢地理志上就有这种记载啊 他说自这个日南就是越南啊 帐塞徐文河浦船都可以行五月啊 那么河浦这个周围啊 这个68平方公里内呢 有这个很多国家级的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河浦汉木 你知道交通教塞啊 一定是比较富裕的地区 所以今天呢 经过调查就说这个河浦汉木遗址这呢 大概有汉木近万座 你想想是我国沿海最大的汉木群 那么在出土的文物中啊 有大量的这个舶来品 就是从船上来的 比如琥珀 玛瑙 琉璃 水晶啊 还有大量的带有外国风格的玻璃器皿和黄金事物 所以今天呢 你到广西和谱汉文化的这个博物馆中呢 你可以看到罗马的玻璃碗 产自于地中海地区啊 现在全世界发现的三件 一件在日本美秀啊 一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还有一件就在和谱啊 那么中国古代船的发展 秦汉时期呢 我们造船业呢 是一个有一个高峰啊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战争中呢 组织一支运输50万弹 这个粮食的大船队 古书记载呢 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这个船队 这种是楼船 就上面好几层的 攻打楚国 那时候他走的是内陆船啊 内陆走内河 1975年我们在广州呢 就是发掘了一处规模很大的 古代造船的工厂的遗址 发现了三个大船台 就是我们今天说要做船物 同时可以造这个数艘 重量达五六十吨的木船 五六十吨啊 我们今天跟航空母舰比起来呢 不叫船 但是在秦汉时期 两千多年前我们不得了的一个技术 那么唐宋时期啊 这个我国的古代造船史上 进入了第二个高峰 唐宋时期这个船的结构上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龙骨呢 贯穿首尾 唐代时期啊 我们造船呢 有点不加勒勃的那船啊 就是咱这船呢 先进归先进 中国人呢 天天琢磨这损毛结构啊 那么有了损毛以后呢 这个船的强度就增加 阿拉伯船呢 比我们那个船呢 就相对来说 底更尖 所以它航行速度快 航行速度快是个优点 但是底尖是个缺点 就是一遇风浪容易翻 这个唐代的沉船 跟中国文物相关的沉船 我们找到的最早的一件 是什么时候呢 大约是唐朝后期 这个船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黑石号 黑色的黑石头的石 黑少这条船体量比较大啊 但是可惜不是我们的船 是谁的船呢 是阿拉伯的商船 阿拉伯人呢 是会做生意啊 会做生意 不辞辛劳 不畏艰险 所以早期的这个沉船呢 是他的船 但是东西是谁的呢 是我们的 那么这个沉船的位置 今天啊 在这个婆罗州和苏门达拉岛 这个之间的那个岛屿 像苏门达拉啊 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一片 大量的岛屿啊 集结 那么岛屿你看见的是 是岛屿 看不见的就是暗礁 你船碰上暗礁 过去因为没有很好的水下雷达 所以触礁是很正常的事 触礁以后呢 你可能就沉没了 沉没了呢 你如果散了或者买